为什么考研调剂越来越难 是因为考生越来越多 尽管我们国家的研究生规模是在扩照的 但是某些专业某些学科它没有扩照 因此反映出来在文科的考研方面的调剂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是造成西北地区的高校越来越成为调剂的热度 像在过去的五年 比如说2000年到2015年 这十年间 西北地区的研究生是不受人待见的 很多考生也不愿意去 觉得那是边缘画外之地 牢上边穷地区 没有人去 如今却成了热土 这说明什么 说明文科的研究生没有扩照 但文科研究生的水 我们修理沙 如果一边缘画인을拜二 我们修理沙